这位观众有30元有货 短期是否已经炒完 短期是一定炒完的 因为是银行股 虽然我自己看好中央香港的银行股 但其实过去也说过 因为上个月也说过 在升价浸易慢慢开始叫吃 但之后再抽股了一点 才开始 但很明显地一定是炒完的 因为几个因素有少许的转变 一来即时大家对加息的看法 没有之前来的那么强烈 所以对银行股一定是少了一些採取条件 二来总统是香港本身都是非世界香港为主 香港的疫情 以至到他们的营运 在这个可能半年一定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股价是 其实从2月中学开始都是回落的 但恨好就是近期 他三月份调整之后 刚刚又收到他的白天证 一个蛮不错的支持位 刚刚27分变 你看到几天他的白天线都顶着 反正又压着你 所以炒作性可能真的远了 未必会有过去 由去年12月底 到今年5月中的升浪 但我认为短期来说 不穿到100天线 其实再回落的空间就不多 所以如果用短线部署 我认为可以定这些位置 做过空地场位 但另一个因素 我之前提及的是 偏中长线收息 这些因素我认为没有太大改变 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一直持续中长线的话 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短期股价上 亲打的 帙帽 偏向 帙 shares 这 帙